前几天我有一个在上海的表姐 微信问我关于孩子升学的问题 她和表姐夫在孩子到底应该回老家上学 还是要留在上海留在自己身边 这个问题上面徘徊不前 我思考了一下给她的最终建议是 其实孩子在哪里上学它不重要 它重要的是父母是否能够陪在身边 现今段有蛮多的中国父母 都在忙于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 然而大量的科学实验和社会调查都已经证明 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 爱与陪伴的重要性 要远超于物质需求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上个世纪50年代 美国心理学家哈利哈洛主导的一个实验 1959年哈洛机器同时发表了一个研究成果 他们把刚出生的横和猴和母猴分开 在长达165天的时间里 让小猴和两个假妈妈在一起 其中一个是胸前挂着奶瓶的铁丝妈妈 另外一个是包裹着温软柔布 但是没有奶瓶的布料妈妈 按照有奶便是娘的说法 小猴子应该跟铁丝妈妈更亲才对 但令人惊讶的是 小猴子绝大多数时间都选择和布料妈妈的在一起 只有在肚子饿的时候 才会跑到铁丝妈妈那里吸鸡口奶 然后再回到布料妈妈那里 所以油奶并不一定是娘 很多人可能会说 绒布明显比铁丝舒服很多 就像人类的婴儿会喜欢小毛毯一样 小猴子自然会更喜欢舒服软眠的布料妈妈 这种选择很正常 不能够因此就说小猴子更爱布料妈妈 当时的媒体也是这样认为的 哈洛回应道 我们如何定义孩子与母亲之间的爱呢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但受到威胁和惊吓时 他们是不是会跑到母亲面前 寻求安抚与支持呢 母亲在为孩子提供安全感的这个过程 不就是爱的体现吗 哈洛随后用特制的运动物体去接触小猴 神奇的是 受到惊吓的小猴会不假思索地 跳到布料妈妈身上 并紧紧地抱住她 情绪稳定后 她甚至会反过来去威胁这个运动的怪物 类似的惊吓实验被实施了很多次 每一次小猴都会静止跳到布料妈妈怀里 完全忽略铁丝妈妈 可见小猴子从布料妈妈那里 获得了更多的安全感 我们都知道 当一个孩子被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头 如果父母不在一旁 他很容易变得拘谨 甚至直接吓哭 在进一步的对照实验里 哈洛把小猴子放到了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头 当这个空间里头 没有任何妈妈在的时候 小猴子表现得极其的不安和拘束 当这个空间里头放的是铁丝妈妈的时候 小猴子同样表现得局促不安 但是当空间里头有布料妈妈在的时候 小猴子会叫着跑过去并抱住